欢迎回到大秦小鱼,深挖人性善恶,下面开始今天的精彩内容。 市委老书记退休了,新上任的市委书记姓秦。 一个星期天,秦书记下乡了,他下乡是暗访的。 他上任后,听说南林镇的治安不好,所以他决定到南林镇暗访。 秦书记是一个人开车去的,南林镇距离县城三十里。 秦书记开车进入南林镇后,就被一个人拦住了。 这个人是一个青年人,看上去大约二十多岁。 青年人对秦书记说,你的车撞了我,赶紧下车。 秦书记下车后,对青年人说,我根本就没有撞你。 青年人说,你明明撞了我,还说没有撞我。 我告诉你,你今天不给我三万元,就别想走。 秦书记说,年轻人,你这是碰瓷,我要报警。 秦书记说完,从口袋里拿出了手机。 就在秦书记要拨打手机的时候,青年人忽然抢过秦书记的手机, 然后将手机向地上砸去,结果手机被砸坏了。 青年人砸坏了秦书记的手机后,从口袋里拿出手机, 然后开始拨打。 很快,他就对着手机说,大毛,你赶紧叫上大纲阿峰过来, 我在红运超市门口。 青年人说完后,将手机放进了口袋里, 然后对秦书记说,你要是识相的话, 现在就给我三万元,不然等我的兄弟来了, 有你瘦的。 秦书记说,你砸了我的手机, 我怎么给你三万元,实话告诉你, 我的身上只有几百元。 青年人说,你没有手机不要紧, 等会我将我的手机给你, 你用我的手机给你的家人打电话, 叫你的家人送钱。 大约十分钟过后,来了三个青年男子, 三个青年男子来后, 青年人指着秦书记说, 就是这个家伙,他的车撞了我, 我叫他赔钱,他不肯赔钱。 一个青年男子对秦书记说, 你的眼睛是不是瞎了? 连文歌你都敢撞, 你知道文歌是什么人吗? 他是王书记的儿子。 秦书记说,你说的是哪个王书记? 是不是南林镇镇书记王大山? 另外一个青年男子对秦书记说,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直接说王书记的名字, 我看今天不给点颜色让你看看, 你还不知道马王爷长几只眼。 这时候,青年人说话了, 他说,大毛,不要打他, 只要他给钱就行了。 叫大毛的青年男子听完青年人的话后, 对秦书记说,听到文歌的话了吗? 赶紧给钱。 秦书记说,我的身上只有几百元, 我的手机又被他砸了, 我怎么给他钱? 秦书记的话音刚落, 青年人就从口袋里拿出手机, 然后对秦书记说, 你没有手机不要紧, 我有手机, 现在你用我的手机, 给你的家人打电话, 叫他们赶紧送三万元来。 青年人说完, 将手机递到秦书记的面前。 秦书记接过手机后, 立即拨打市公安局韩局长的手机, 接通韩局长的手机后, 秦书记对韩局长说, 我在南陵镇被人拦住了, 拦住我的人, 叫我赔偿三万元, 你赶紧来一下。 秦书记打完电话后, 将手机还给了青年人。 青年人接过手机后, 对秦书记说, 听你的口气, 你是不想给三万元, 你是搬救兵啊, 我告诉你, 不管你搬什么救兵, 今天你都必须给我三万元。 秦书记说, 等我的家人来了以后再说吧。 大约半个小时后, 开来了三辆警车。 三辆警车停下后, 从三辆警车上下来一些警察, 为首的警察正式是公安局的韩局长。 青年人和三个青年男子看到来了一些警察后, 有点害怕。 青年人赶紧拨打手机, 很快, 他就对着手机说, 爸, 您赶紧来, 我现在在红运超市的门口。 青年人打完电话后, 将手机放进了口袋里。 韩局长走到秦书记的面前说, 秦书记, 是谁要你给三万元的? 秦书记指着青年人说, 韩局长, 是这样的, 我开车根本没有撞他, 他偏要说我撞了他, 叫我赔偿三万元给他。 韩局长听秦书记的话后, 对青年人说, 你的胆子也太大了, 竟然敲诈市委书记。 青年人和三个青年男子听说秦书记是市委书记, 顿时吓坏了, 他们一个劲地跟秦书记道歉。 秦书记对青年人说, 你刚才给你的父亲打电话, 叫他来, 等他来了, 我要问问他, 他是怎么管教你的? 时间不长, 来了一个中年男人, 中年男人就是南陵镇的镇书记王大山。 王大山认识秦书记和韩局长, 他赶紧跟秦书记韩局长打招呼。 韩局长对王大山说, 王大山, 你的儿子的胆子不小啊, 竟然敲诈秦书记, 叫秦书记给他三万元。 秦书记对王大山说, 王大山, 你是怎么管教你的儿子的? 王大山听完秦书记和韩局长的话后, 很是生气, 他走到青年人的面前, 然后打了青年人两个耳光, 他打完后, 对青年人说, 还不快滚。 忽然, 韩局长说话了, 韩局长说, 王大山, 你的儿子不能走, 他敲诈秦书记, 必须受到惩罚。 韩书记说完, 指挥警察们将青年人和三个青年男子抓了起来。 原来青年人是王大山的儿子, 叫王小文, 那三个青年男子是他的手下。 王小文和三个青年男子被警察们抓住后, 秦书记对韩局长说, 韩局长, 将他们带到是公安局, 然后好好审讯, 看看他们有没有其他的罪行。 王小文和三个青年男子被带到是公安局后, 韩局长亲自审问他们, 韩局长对他们说,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你们要老实交代你们的罪行, 要是你们不老实交代你们的罪行, 等到我们查出你们的罪行, 你们就是罪加一等。 王小文和三个青年男子听完 韩局长的罪行, 都说他们没有其他的罪行。 第二天上午, 秦书记的秘书小李向秦书记汇报说, 信访局撰来市委书记信箱的一封举报信, 举报信的内容是, 半年前, 王小文和大毛大纲阿峰四个人轮监赵家村的一个叫姓花的年轻女子, 姓花被他们轮监后, 跳河自尽了。 案件发生后, 王小文、大毛大纲和阿峰一直逍遥法外。 秦书记听了小李的汇报后, 立即看举报信, 他看完举报信后, 给韩局长打电话了, 他在电话里告诉韩局长, 市委书记信箱收到一封举报信, 他马上叫小李将举报信转发给韩局长。 韩局长看过举报信后, 给秦书记打电话了, 他在电话里对秦书记说, 他明天就去赵家村。 秦书记对他说, 如果举报信的内容属实, 那么要对王小文等人进行严惩。 第二天上午, 韩局长带着几个警察来到了赵家村,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姓花的父母, 姓花的父亲叫赵大根, 姓花的母亲叫荷花。 赵大根和荷花哭着告诉韩局长, 当初姓花跳河自尽后, 他们曾经想过报案。 但是村书记何方在一天上午找到了他们, 何方对他们说, 他们要是报案的话, 没有证据, 到时候, 王小文和大毛大纲阿峰会告他们诬陷, 结果, 他们听了何方的话后, 胆怯了, 没有报案。 韩局长听了赵大根和荷花的话后, 立即去村委会办公室了。 他们到了村委会办公室后, 找到了何方。 韩局长问何方, 为什么要恐吓赵大根和荷花? 但是, 何方说, 他根本就没有恐吓过赵大根和荷花。 韩局长听完何方的话后, 对一个警察说, 你去把赵大根和荷花叫来。 这个警察走后, 韩书记对何方说, 何书记, 马上我让赵大根和荷花和你对质。 赵大根和荷花到了村委会办公室后, 韩局长对他们说, 你们现在将你们对我说的话再说一遍。 很快, 赵大根和荷花就将他们对韩局长说的话又说了一遍。 他们说完后, 何方十分生气, 他对赵大根和荷花说, 你们就是胡说八道。 赵大根说, 何书记, 我和我的老婆说的话都是真话, 要是我们说假话, 我们不得好死。 这时候, 韩局长从口袋里拿出手机, 然后开始拨打, 原来他是给一个叫赵诗文的男青年打电话的, 赵诗文是姓花的同学, 给市委书记信箱写举报信的人就是他, 他在举报信里留了手机号码。 大约十分钟过后, 赵诗文来到了村委会办公室, 韩局长对赵诗文说, 赵诗文, 你有没有王小文他们轮奸姓花的证据? 赵诗文听完韩局长的话后说, 我有视频。 赵诗文说完, 从口袋里拿出手机, 然后开始放视频。 韩局长看完视频后, 发现视频的内容是, 王小文和大毛大纲阿峰在一起吃喝。 大毛说, 文哥, 我们一起玩了姓花, 现在姓花死了, 公安局会不会抓我们? 王小文说, 姓花死后, 他的父母没有报案, 所以公安局不会抓我们的。 我爸告诉过我, 他给何方书记打过电话, 他叫何方书记想办法, 不让姓花的父母报案。 昨天晚上, 何方书记给我爸打电话了, 说是估计姓花的父母不会报案。 阿峰说, 大毛, 你就是一个胆小鬼, 文哥的爸爸是镇书记, 有他的爸爸罩着, 我们不会有事的。 韩局长看完视频后, 将视频给何方看, 何方看完视频后, 对赵诗文说, 赵诗文, 你怎么会有这个视频的? 赵诗文说, 我不会告诉你的。 原来, 赵诗文知道, 王小文, 大毛大刚和阿峰, 经常在王小文的家里吃喝, 便在一天下午, 悄悄潜入王小文的家里, 然后安装了针孔摄像头。 现在王小文的家里, 已经没有针孔摄像头了, 因为赵诗文已经将安装在 方书记的办公室里, 韩局长将侦破案件的经过 向秦书记做了汇报。 韩局长走后, 秦书记给是纪委的方书记打电话了, 他在电话里对方书记说, 方书记, 你马上来我的办公室。 方书记接完秦书记的电话后, 赶紧来秦书记的办公室了。 在秦书记的办公室里, 秦书记对方书记说, 南林镇镇书记王大山的儿子王小文和三个同伙 轮肩了赵家村的杏花, 导致杏花跳河自尽杏花死后, 王大山指使何方威胁杏花的父母赵大根荷花。 他希望市纪委对王大山和何方进行调查。 方书记对秦书记说, 秦书记, 我们市纪委马上开始对王大山和何方进行调查。 很快,市纪委就成立了专案组, 专案组成立后, 很快就进驻南林镇了。 专案组进驻南林镇后的第二天上午, 一个老板就来到了专案组, 他是到专案组举报王大山的。 原来,一年前, 这个老板打算在南林镇投资建厂, 他看中了南林镇的一块土地, 想用低价拿到那块土地, 于是他悄悄给王大山送了钱。 但是, 王大山收了他的钱以后, 却没有帮他以低价拿到那块土地。 老板举报王大山受贿后, 向专案组提供了王大山受贿的证据。 很快, 王大山就被双规了。 王大山被双规后不久, 何方也被双规了。 原来, 有人举报何方侵犯留守妇女, 还有人举报何方侵犯集体资产。 举报何方的人向专案组提供了证据。 何方被双规后不承认他的罪行。 结果, 纪委的人将他侵犯留守妇女的视频给他看了, 并且将他受贿的视频给他看了。 何方看过视频后, 才承认了他的罪行。 王大山被双规后, 一个姓徐的中年男人调到南陵镇, 担任了镇书记。 一天上午, 徐书记来到了赵诗文的家里。 他对赵诗文说, 小赵啊, 这一次你举报王小文和他的三个同伙轮奸姓花, 是功不可没, 现在的社会就需要你这么正直的人。 我想让你接替何方担任村书记, 你愿意担任村书记吗? 赵诗文说, 徐书记, 我愿意担任村书记, 我担任村书记后, 会大力发展村籍经济。 不久, 赵诗文就担任了村书记。 赵诗文担任了村书记后, 将村籍经济搞得红红火火。 一天上午, 秦书记来到了赵诗文担任村书记的村, 他对赵诗文说, 你将村籍经济搞得红红火火, 真的不容易, 你是其他村书记学习的榜样。 第二年, 赵诗文被提拔为南陵镇副镇长。 赵诗文担任村书记